當你啟動WF-DUINO的時候 他會要求你接上你的設備 如果你設備驅動層次裝好了 他會自動幫你找到你要的設備 好,這樣子告訴你他已經連接了 可是韌體呢 你的Arduino的版本韌體並沒有for他 所以這邊是沒有連接的 那怎麼處理 那你必須下載他的韌體 韌體在這裡 原始碼在這裡 那我的做法是把原始檔打開來 把它複製,選選 複製 另外一個做法 你也可以把它韌體下載下來 這應該是一個檔案吧 這邊看起來是亂七八糟,所以我沒有採用 那啟動ArduinoID 把韌體寫入 你的Arduino板子 所以你第二個動作你必須要有他的韌體 連接才會成功 當你啟動ArduinoID之後 你把所有的程式碼貼上 貼上 貼上之後檢查你的板子 我是連接USB0 我的板子 是UNO的板子 那接下來寫入 那一寫入的時候 有時候會失敗 失敗的原因 通常是因為這邊 WFDUNO已經在用了這個設備 然後出現紅字 如果有 像這樣很順利 寫入的話 沒有紅字,那表示OK 因為我們這邊走 COM1 這邊是走USB0 萬一出問題 就建議你先把這個離線 離線以後 再寫入 這樣寫入韌體就不會失敗 寫完韌體,你再去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已經連線,韌體版本也出來了 這樣子就已經把韌體寫入